泰院区艺人礼社区关怀据点在长者关怀日这一天 也特地邀请了区长黄秀川来到现场 对这些长者们表达了慰问关怀之意 新北市泰山区的艺人礼 日前举办老人关怀据点活动 区公所派员参加 区长也到场参与 在现场与长者一起跳健康操 跟着在场的长者们一起活动 温馨的气氛充满全场 我们艺人社区发展协会办的 这个老人关怀据点的活动 那非常感谢我们艺人社区发展协会 长期对我们这个老人家的活动的一些 出钱出力用心的来举办 那也很感谢这个慈清会呢 能够来带动老人一些活动 让我们老人家有更多的生活层面跟活动 让身心更愉快 新北市泰山区艺人礼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社区协会长者关怀据点已经实施数年 对于里内的长者生活都非常关心 今天我们的祭典是由我们那个清词会 来带我们这些长者 也做手语 然后讲故事 说笑话 还猜谜谜 那我们像我们祭典的话 每个星期一的话 还有遇学国中的学生 会来帮忙量血压 跟老人这样也教他们一些图画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是这个据点还是有点多元的 新北市泰山区艺人礼内的长者 对于社区关怀长者据点都感到满意 认为社区理事长以及区公所 对于据点的经营相当用心 受到民众的好评 也让新北市泰山区成为 新北市政府武安政策的模范驱离 演家的记者在泰山采访报道